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10月3号星期四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本台推出中共建政75周年特别报道 关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巨变 社调研究显示 在习近平之下 中国民众对前景越发悲观 十一之际 美国和英国等地的民众 集会抗议中共统治 股市翻红意 楼市回春南 政策杠杆 能否法力无边 越南媒体披露 多位越南渔民在南海 遭中方暴力袭击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邓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反复被提及 揣摩 评价 回味 以及叹息的年代 三十余年后 或许可以跳出之前的惯性思维 与官方的叙事 重新审视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 请您本台记者朱丽叶的报道 回望邓小平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对其判断似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 纽约时报在布告中将其称为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 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 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发表文章 称其为不曾谋面 却最难冒的当代领导人 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发展后 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邓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辉煌 十年之后的2018年 英国BBC中文网站在纪念文章中 引用了一位前省委书记 对邓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评价 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社工好龙一样 如果龙真的出现 他就害怕了 文章还说 自1979年西单民主强事件后 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40年的言论管制 划定了红线 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 著名异议人士胡平 对自由亚洲电台书面回复表示 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 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 平反冤假错案 真理标准大讨论 能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 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甚至后来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发言 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 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蔡霞看来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 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顺势 第二是为中共在当时的道路找到了合法性 所以他提了一个就是名词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然后让所有的这些做法 都是从我们国心出发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他给那个农民的这个农村改革 还有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的生长 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在上面 但胡平认为 不能用高与低作为对邓的整体评价 他说 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 如果你违反了那个底线了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么对邓小平来说呢 他的罪恶就是六四屠杀 这件就是一个无法原谅的一个罪恶 当年的学生领袖陈破空 则从个人层面来思考 但是我当时想 邓小平要是不是八十多岁 是四十多岁呢 五十多岁呢 六十多岁呢 可能想法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时代啊 每一个时代都是年轻人的时代 因为一旦有经济改革 年轻人就会想到 政治上的一些出路 自由和民主这些概念 一旦有国际接轨 或者跟西方改参关系 年轻人自然会想到 不止满足于经济上的发展 也会有政治上的发展 会有政治上的权利 所以我看到胡耀邦被处置的这么重 还有几个人被开除 其实我说这有多大的事 没多大的事吗 如果没有邓小平 中国会怎么样 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表示 中国就是跟所有的社会主义一样 就是一代领导人的灾难结束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 一个新的方式和新的道路 其实都在做探索 邓小平的探索 只是因为中国有特别的一些情况 使得他在经济上 好像取得的成就 比别的社会主义大一些 蔡霞却不那么乐观 赵紫阳和胡耀邦 他的资历和在党内的威望 不足以抵挡 陈云他们那波的顽固的 因为陈云还有理先念 华国锋也不行 他对于中国国家的发展方向 他脑子是糊涂的 他的本能就是认为 毛泽东就是好人犯的错误 我们现在纠正了毛泽东的那些错误 但是毛泽东的一些伟大思想 还是要照着他走的 蔡霞甚至认为 不能乐观地想象 中国会像东欧那样 完成和平转变 他的集权统治 他用暴力做了那么多的血腥的事情 他一旦把权力放掉 这个党本身马上就要遭到清算 共产党这帮人他经不起的 他认为 第二点是 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他们只相信暴力 不相信法律 他也不相信 你把权力交了还可以和平的 你过几年还可以上台 这些东西对共产党 他没有这个想象 因为他不懂得文明是什么 以上是自由亚洲记者朱利 也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宣传 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但一项有关中国民众 对未来经济状况展望的调研发现 对比习近平刚上任至今 中国人看好未来前景的比例 大幅下滑 一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英国广报公司引用 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怀特 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 斯科特罗泽尔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调查数据 观察中国民众在过去20年 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看法的变化 发现在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 民众对于前景越来越悲观 研究团队发现在2004年时 有接近60%的受访者 相信家庭经济状况会比五年前好 也对五年后的前景感到乐观 到2014年习近平刚上任之后 感觉生活会变好 和预期未来会更好的比例 升至76%和73%的高位 不过到2023年的数据显示 只有38.8%的人 感觉经济状况比过去有改善 预期未来会更好的人 下跌至47% 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比例 更从2004年的2.3% 升至2023年的16% 研究也发现 相信努力工作有回报的中国人 越来越小 中国留学生Tom也同意研究发现的结果 他表示 这几年内卷问题严重 他在国内读的学校算是名校 但不少同学也很难找到工作 加上社会分配不公 自然对前景感到悲观 现在我身边有许多 他们已经读到博士了 回去之后找不到工作 那些有背景的同学 反倒是在利用这一波 经济下行 在抄底 最近有买办公楼 他们在搜刮资源 以前我们老师都说 你要好好读书 读书能改变命运 但现在发现呢 很多像是官家子弟 他们都能靠内部的推荐 就直接进好的单位 当你的领导 但你读了一个名校的博士 结果他们永远还在 起在你头上 在中国读书 能够改变命这一套 基本是说不通的 很难实现阶层跨越 经济学者施林认为 美国学者的研究 值得参考 反映作为中国经济发展 重要部分的民营经济 受到共同富裕 和国际民退等做法影响 不仅影响到年轻人的就业 更会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使民众难以看到未来 中国政府顶层设计 这个方向发生了巨变 最近的五六年开始 中国正在加速的 把民营经济 从中国经济版图当中移除 导致民营经济 现在变成了中国 最受压托的一个经济群体 打压民营企业 就是把上亿的中国劳动者 这个生活一上绝路 那注定是导致 整个社会 现在对于中国 民进增长未来的前景 蔓延着悲观其事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爱肯乡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疫情之后 凸显了中国市场和民营经济 只剩不跌的 蜜月期已过去的情况 而且房地产爆破 使经济只会向好的幻想破灭 看上了中国老百姓 手中有大概相近 300万亿的储蓄 中共实际上用这个房地产 现在又要用这个股票 把这个老百姓的财富 进一步捐过来 用这个来填补 他们这些政府的赤字 和政府的债务 百姓突然发现 他的房地产不值钱 但是他这个债务 还被他身上 现在不是共同富有的 现在是负债累累的问题 那这个情况下 老百姓当然对 中共的原来的一丝幻想 现在的幻想破灭 此次评论员方圆表示 过去几年 岛形一失 民众难以在 焦灵细改的环境之下 规划和评估未来 如何能够对未来乐观 旧压制电台记者 陈子飞报道 今年10月1号 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 美国加州的中国领事馆外 连续多天出现民众 抗议示威中国当局的集会 详情 请听本带记者孙诚的报道 在旧金山中领馆门外 北加州多个族裔的民众 于10月1日当天中午聚集起来 呼喊着打倒中共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说谎者中国 中国说谎人民死亡等口号 集会者们手举各色旗帜 包括雪山狮子旗 蓝底星月旗 香港光石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越南共和国国旗 菲律宾国旗 广东本土主义 三色木棉旗等 藏青会旧金山地区分会成员 丹增白马 在集会现场接受采访时 向本台记者讲述了诉求 他说 我们来这里 抗议中国对西藏的非法占领 我们希望在西藏有信仰自由 文化自由 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 西藏仍在中国政府的非法折磨之下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 在集会中发表了演说 表示台湾通过民主化 成为了实现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 台湾的人们 已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并说道 参加本次集会的 居美维吾尔人乌米特接受本台采访 讲述了中国当局将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 关入集中营的情况 表示他有朋友就被关在中国设立的集中营 并谈到了中国当局对西藏和香港的压迫 他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希望中国停止他们正在做的这种事 此前人权团体中国民主党及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在9月30日下午于同一地点举行抗议集会 主题为揭露中共暴行反对中共暴政 本次集会的参与者们在路边公开展示了 讲述中共在大跃进 文革 六次屠杀等众多历史事件中暴行的调幅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 在现场发表演说 说道 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外 另一场抗议集会于9月29日下午举行 这次集会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洛杉矶香港论坛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 维吾尔艺美国人协会 美国南加州藏人协会 等12个人权团体举办 人们呼喊口号发表演说 并进行了台关游行 在棺材前放置了设为一项样式的习近平照片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 杰力健在集会中说 给中共送这首棺材 送葬公共 我们相信这一天时间也不远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今年的十一是中共建政75周年 英国伦敦大约200名香港人 维吾尔人 藏人和台湾人 等不同族群的人士 在雨中参加了反共集会 抗议中共计划在伦敦 兴建所谓中国超级大使馆 担心会强化中国的海外监控 同一天 一批香港示威者 抗议香港驻伦敦经贸办 举办有关香港法治的活动 并批评这些活动 只是粉饰太平 以下是本台记者文在山 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口号声中 港人 维吾尔人等各族示威者 焚烧五星红旗 现场地上也撒满纸钱 跟以往的伦敦十一集会不同 今年的集会地点 不是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 而是选在可能成为 中国姓氏馆的 前英国皇家驻碧场外 虽然大楼现在仍然控制 但多名保安在集会以前 已经在门外把守 逐指示威者靠近 双方一度争执 集会期间 围墙高处的监控镜头 一直在闪灯 怀疑在拍摄现场形况 有示威者在围墙上 投射反空标语 表达不满 北京在18年勾入 有200年历史 位于伦敦地标建筑 伦敦塔旁边的 前英国皇家驻碧场 计划新建面积 为现市馆十倍的 中国超级大使馆 并投入超过20万英镑 建立监控电视系统 其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一旦建成 将会是中国全球 最大的外交设施 也是英国境内 最大的外交建筑群 市议会在22年 以居民反对等理由 否决规划申请 不过北京今年8月 重新提交规划方案 被视为是对 工党新政府的测试 在英华人主持 中国反贼成员 黎沛琴表示 中国超级大使馆方案 如果获批 将会是英国最大的 外国使馆 相证意义巨大 代表中国 在英国的权力 更加牢固 他也担心 新的中国大使馆 将会加强 对海外意见者的 科技监控 只要他们建立了 这个大使馆 他们就会有 更加完善的监视系统 包括他们 也会有更加先进的科技 在他们 因为他们想要建立 这个大使馆的一个原因 也是为了去改善 他们的一些 内部的一些科技 这些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大使馆 真的建成了的话 对于我们这些 海外的流产情绪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英港人主席 英国港桥协会前策略顾问 李俊威表示 即日英国工党 新政府对华态度 明显软化 海外不同民族 更要成这个日子 展示联合决心 而同日下午 大概10名香港示威者 冒着大雨 在伦敦一个五星级酒店外示威 抗议香港驻伦敦经贸办 在酒店内举行一个 有关香港法律及法治的研讨会 每当有一事经贸办职员 以及车辆出入 示威者就上前挥舞 港独旗帜和光石旗 高呼关闭香港经贸办党口号 示威者又把香港区旗和五星红旗 分别放在酒店入口两侧的地上 呼吁徒人践踏 自由亚洲推特记者 文在山 英国伦敦报导 中国股市在政策的强力拉抬下 上证综合指数 在短短几天里呈现出超过两成的涨幅 但中国上百座城市的二手房价格 却连续下跌29个月 楼市能否复制股市回春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显示 今年9月中国百城二手住宅每平方米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7% 已经连跌29个月 同比也下跌7.13% 至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14% 同比上涨1.85% 中国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但是新房市场成交持续走弱 9月重点城市新房销售环比和同比都下降 上个月24日 中国央行金监和证监三部委 针对房市推出包括引导银行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将中国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 从当前的25%下调到15% 各地也跟进加码 深圳的住建局四部门联合推出深六条 从限购、限售、限价、税费、信贷、供应等方面优化房地产政策 河南也推出了所谓的房地产20条 取消商品住房转让限制年限的规定 商品房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 即可转让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对本台表示 中国刺激房市政策需要区分地区 像是北上广深之前都有限购会压制需求方 很多新城市人作为居民没有机会落户买房 现在部分区域已经取消限购或放宽 至于过去习近平定调房住不炒 河南拿到房产证就能卖力度还是蛮大的 另外还有针对多孩家庭买房限购放松 如此一来也许会带动有限购城市的买气 但是对于三四线城市就雪上加霜 台湾立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本台表示 中国党政官员接获最高领导下指标 要把经济搞活 就马上降准降息放款 股市飙涨 民众进场买房 但是中国经济恶化并非一朝一夕 被美化过的数据还是一片黑压压 在大家看坏基本面 消费意愿不足仍是关键 郑世光分析中国用了两种手段 首先调整供需 压制新房供应 鼓励资金入市 取消或减少限购 降低购买门槛 卡住新房供应 现在价格就会涨 其次是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紧缩 大家抢买国债 现在得担心钱要毛了 抢卖国债 买股票 而房地产更是最佳投机品 一般民众会过度自信去投机 认为可以战胜市场 但是如果购物不考虑房子地段 租金或未来当地的发展 最后99%的人都会败给市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据越南官方媒体报道 10名越南渔民近日在南海 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捕鱼时 遭到暴力袭击受伤 有越南官员表示 袭击者来自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越南七年报周一晚间引用 广义省当局的说法 袭击事件是发生在9月29日周日 先锋报访问渔民表示 这一些外国船只约40名船员 用铁管殴打他们并抢走渔具 七年报访问渔船船长阮清边表示 其中三名渔民在袭击中 腿和手臂骨折 报道并没有提供 有关外国船只或袭击者的具体描述 但是广义省中部的一名官员 告诉法新社 他们是中国人 船上挂着中国国旗 报道指出 这一艘载有10名渔船的船只 是在9月13日从广义省的一处港口出发 西沙群岛由中国控制 越南称其为黄沙群岛 南海是一条全球繁忙 并具有巨大战略重要性的海上航道 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贸易行经于此 包括越南在内的邻国 也对部分海域提出了其他主张 但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张 越来越咄咄逼人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 越南渔船没有经过北京政府的许可 非法在西沙群岛相关海域捕鱼 中国当局已经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询问表示 现场行动专业而且克制 没有发现任何受伤的情况 但并未具体提到此次袭击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针对当前俄乌战争的持续 以中东冲突的加剧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三警告说 中国对俄罗斯军力重建的强力支持令人担忧 他评指出 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没有利用其影响力 发挥积极作用 以下是文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10月2号以视频方式 出席华盛顿智库卡奈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活动时 针对当前俄乌战争表示 以下翻译由人工智能代读 在过去两年中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 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获得重建 坦率地说 这让我们感到惊讶 俄罗斯的军事化程度 以及它在中国的协助下 重建坦克 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 以及朝鲜和伊朗的支持 这都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 坎贝尔指出 中俄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伙伴关系 从历史来看 美国曾长期忽视中苏之间的决裂状况 而在过去十年中 又错过了基辛格开创的 让中国更加融入西方世界的机会 他说 习近平主席参与的重大项目 及深化俄中关系 这种深化程度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普遍理解 这可能是当今全球最强大的 最重要的双边接触 我们必须注意并做出回应 现在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 俄罗斯正试图改变欧洲的领土边界 而中国对其如此大力支持这一事实 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 上周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单独会晤 布林肯再度呼吁中方 停止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此外 北约新任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 本周二在其首次记者会上也明确指出 通过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 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定性助推者 他还强调 北约因此需要加强同印太国家的合作 坎贝尔也提到 俄乌战争的挑战不仅局限于欧洲 而且对印太地区也有影响 目前中东地区冲突正在持续升级 伊朗周二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 以色列则誓言报复 坎贝尔在谈话中特别指出 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着巨大作用 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美国一直在尽可能地寻找与中国 在该地区合作的机会 但结果并不理想 坎贝尔以2023年底 野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线为例指出 美国当时希望中国与美国或国际社会方面合作 以保护该地区航运 他说 我们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同意 因为受影响的航运 与中国的经济命脉息息相关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我们意识到 中国试图做的 不是加入任何形式的国际海军联盟 而是采取行动 直接与胡塞武装沟通 告诉他们哪些是中国的船只 哪些不是中国的船只 瞄准其他不同的船只 坎贝尔指出 中国的做法完全没有帮助解决危机 这也是令美国真正担心 涉及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做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参桌和土地说话 第一手直击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 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 对经经济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 暗无天日 鬼影重重啊 非洲竹温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 目前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租病人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 主持人麦小田 全新节目绿色情报源 就在自由亚洲电台 及自由亚太报道YouTube频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维权网星期三发布的消息 北京独立记者 知名人权汉美者高瑜 在住家遭当局全面断网 导致他在十一期间无法正常通讯 高瑜星期二 在国际社媒平台X上发文表示 75年我第一次过了一个完全被屏蔽的时宜 不能够打电话 不能发短信 不能看电视 不能网购 不能打车 不能扫码 不能接受验证码 微信朋友圈 群聊等都被永久禁止 私聊已经封了一年半 他质疑当局 是否对各种网络和通讯方式都害怕 维权网指出 高瑜女士已经80岁 几十年来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不懈奋斗 多次被捕 先后被判刑13年 被喝茶 被旅游无数 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 高瑜女士仍然敢于发声 另据维权网10月1号的消息 被羁押的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制作人陈品林 在看守所中遭到不人道对待 陈品林的代理律师袁茂 在9月26日发微博说 陈品林在看守所中 遭到了不人道对待 包括极其拥挤的睡觉条件 以及一个月才放了一次风 据路透社10月1号报道 瑞士苏黎市一家日拖中心附近 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当地警方发言人表示 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 刺伤了该日拖中心的 3名5岁孩子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一名托儿所的工作人员 和一名旁观者 成功将凶手制服 直到警察到达将他逮捕 据香港0110月2号报道 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加剧之际 广西南宁9月30号举行了一场 名为践踏日本国国旗 送五星旗的活动 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